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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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胡子墨 来自塔吉克斯坦 我从2016年开始学习汉语 因为科幻学院正好在我们大学里面 所以我每天就下课之后就跑到科幻学院 就有一些汉语法课 然后我一看那个墨子 当然是对我来说 就这么多笔画 我就写不出来 能不能就简单一点 他说不不 这个是挺适合你的 所以必须要就选这个 然后他说猴是你的姓 子就是代表是儿子 就是子女 而墨子是墨水 就是非常能代表文化的一个 就是这么个字 所以他说我给你起名字也是 希望你将来可以成为一个 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学生 我从小特别特别喜欢看中国的 所以他描述比如说中国公公府 中国一些建筑啊 就显得也就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从小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兴趣 就是说哎呀 特别想就来中国 就亲眼看一看这些地方 这些跟中国人交流是什么感觉 然后2017年的时候 就正好有这样的机会 来到中国上学嘛 去年毕业于大林外国语大学 然后来到天津 现在我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 我学习汉语已经五年了 我深刻意识到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粉化瑰宝 在这四五年 我在中国的生活当中 慢慢地融入到这个中国粉化 我就觉得还是蛮大的 变化是蛮大的 现在想学习汉语的人也非常多了已经 所以我的目标是学完这个 读完这个研究生之后 就回到我们工艺学院 然后当汉语老师 然后教我们国家的更多的学生 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 我们各个国家的方法都是连在一起的 应该是融合在一起 这样可以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 今的生命是什么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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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鬼 帐